阿俊斯一堂考要考什么呢 今天要考什么 今天要考钻石 要考钻石 不会啊 现在世界上很多人 常常会不小心买到所有的 你贪便宜 反正就假的 买到所有的叫做 对 代用品 很麻烦的 代用品 说的文周周就是假的 真正假钻 怎么分呢 我们也要考考 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好 据说赖老师挑了三颗 长相很像 尺寸一样 的确 非常难分辨的三颗 这三颗里头有钻石 有模型钻 有苏联钻 但到底哪一颗是真正的钻石 哪两颗是假钻呢 我们先让观众朋友 跟阿关一起来看一下 也考考观众朋友的眼力 是 好 我们先来看一号 一号看看 哎哟 那颗也是很漂亮的 金光闪闪 好 这是一号 来 那我们来看二号 二号 火光也不错 也亮亮的 也很亮 是啊 而且还是老师经常说的 最好的投资钻石 就是圆钻 可以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三号 有光三号 也是亮晶晶的 有亮晶晶吗 有啊 担包无无的 好 所以这三颗到底 哪一颗是真钻 哪一颗是模型钻 哪一颗是苏联 是真钻 观众朋友 你们选好了吗 真的从而到以都没有彩排的 就是直接考 考就考 直接上阵 互怕互 我选这个 二号 我认为二号是钻石 说真的模型钻和苏联钻 我怎么分得清楚 反正那个都是B咖 我管它 我随便乱放啊 好 我已经选好了 是 我认为二号是真钻 观众朋友 你们认为几号是真钻呢 再让观众朋友看一下好不好 是 好来 我们再从一号照一下 一号 二号 三号 到底 阿娟今天的随堂考 能不能考几个呢 我们今天 一开始不公布答案 我们要来先告诉各位 这三颗的宝石 它有什么样的差别 然后最后我们要做一个小小的实验 来直接公布答案 这样可能会比较科学一点 好不好 好来 那首先呢 对 跟模型钻 跟苏联钻 这钻石它是碳的结晶 苏联钻 它是二氧化告石 那模型石就是所谓的碳化系 它有一些特性 那你觉得特性有的很像 有的就不太像 像这导热的部分 那钻石很强 苏联钻就很弱 我们有个导热仪 那模型石也很强 所以它是用仪器才能够测出来的 对 的确是这样子 那导电也是一样 那钻石导电 苏联钻不导电 但是那模型石是导电的 再来说硬度 它是一种破坏性的实验 是不能测的 好 再来就很重要了 折射 折射 钻石的折射是2.417 所以它折射率很高 然后呢 这个苏联钻 它就比较差一些些 火光 火光会差一些 但是呢 像这个模型石 它很高 所以你会感觉 那模型石的那种 那种折射率特别高 火彩要好一些 好 最重要来咯 我们常常讲的比重 这比重 这钻石的比重是3.52 是 然后呢 苏联钻的比重很重 它有5.8 然后模型石的比重是3.22 我们今天拿了钻石 拿了这三颗宝石 直径都一模一样大小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会因为比重的关系 导致它的克拉数会不太一样 也就是说它看起来 都 看起来是一样大 但是不一样重 对 讲完了之后 我又再检查一个 还是这个答案 好 苏联钻会最重 然后钻石是第二个 然后模型石会第三名 第三个 所以最重的是苏联钻 对 我们就拿下来测试 先第一个 第一颗 第一个我认为是苏联钻 苏联钻好啊 照理说它应该是最重的 对 它像这个大小来讲 应该大约 假如是针钻的话 应该是在1.2克拉左右 好 那我们测下去 好 我们看这个数字是 它有2.35克拉 你看 第二颗 1.21克拉 1.21你看 很有可能 来 第三颗 我快要赢了 1.00克拉 他的比重最轻嘛 所以 第三颗最轻 所以果然 阿关是正确的 没有错 对啊 没错 是没错的吗 答对了 答对了 恭喜 好 你知道我是怎么知道吗 为什么 哎呀 我们知道你那个生命 导热印度折射比重 一头鱼不必来 火光 2号会闪到眼睛 那没话讲 那两个都不会闪到眼睛 那两个都不 其实照理说 那关磨线钻会比钻石还亮 十几年前有人 当铺 当铺不是 台湾一连串的被骗多少 4000多万吧 但是我跟你讲 它虽然亮 但是它那个火光 那个劲度 迷迷蒙蒙的感觉 对 为什么 就是不如2号 我要讲为什么 好不好 那个2号就是清淡 就干净 对对对 我要讲为什么他会感觉 虽然很亮 但是他却迷迷蒙蒙的感觉 是因为它有双重影像 我们知道钻石它是等轴金细的宝石 它单折射 所以它单折射 它每一个亮度就是很整齐的 然后这个模型石 它是 从侧面看 对 它有这个双重影像 对 看起來你這樣 雖然很亮 但是有點霧 微微蒙蒙 像把眼睛都刺不得金 對 的確有那種感覺 假設說您到了一般的珠寶店 看到這個鑽石覺得怪怪的 但你要多看 有兩個狀況可能怪怪的 第一個就是什麼 就是所謂的這個 可能是魔心石 其實網路上很多人在賣魔心石 他們叫莫桑石 它不是不好 它只是說它的價格沒有那麼貴而已 它是很容易仿冒鑽石 第二個 是那個鑽石 它螢光強到不得了 很強很強 其實一般的螢光是不會這樣子 過頭了 強到過頭的時候 奇怪 是我眼睛沒金還是白內藏 算少不夠金 會有這個狀況的確的 是 所以恭喜阿娟 今天的阿娟水塘烤 烤過了 100分通過